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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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愛的人生 絕美的帥到爬起理解 再得到掌聲 世界現實的青春 快樂能改有痛苦的我們 最後要逃走路上 是否要記多少次記者 才得到我唯一求的身份 空中被人負責 只能聽見自己的心跳聲 愛的人有多少的詮問 要遭遇多少次記者風聲 稍口才能變成癢痕 讓我在你心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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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太強了 你好 太強了 你還做得你好強 好強 太刻意到這邊了 對啊 我等一下你幹嘛 好 加油 好 太強了 太強了 謝謝 謝謝 小心 好 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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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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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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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要描述的是一種 其實在你工作回來的時候 可能已經傍晚了 或者是深夜了 你真的想要找幾個朋友 聚一聚的時候 可是可能朋友們那些時間 已經在睡覺了 那你會覺得 在那個時間會覺得 特別的寂寞 那在外面奔破了這麼多 然後回到家 可能一個房間 一個房子裡面 可能就只有你一個人 想要跟別人說說話 速解一下壓力 可能都找不到半 我覺得那種感覺就是 它是一首會讓別人聽到歌詞 會很有感覺的歌 這就是屬於羅志祥的一種 表達內心世界的 款式的歌吧 比方說像搞笑也是啊 我不會唱歌 習慣就好 拼什麼 其實有讓很多的朋友們 可以達到共鳴的原因 是因為 其實歌詞是真的可以讓很多人 都可以感同身受 或者是每一字每一句 都可以打到每一個人的心理 夜祺它是一種 其實有時候你一個人出去 我除了夜祺之外 也會一個人開車 那在車裡面它也是屬於一個 自己的一個秘密基地 你可以放你喜歡聽的歌 你想要說一些什麼話 在那個空間裡面自己去享受 獨享 那個也算是我深夜的時候喜歡做的事情 開著車 然後開去 想要開去的地方 因為有時候不見得是因為無聊 可能真的想要有一個東西在動 然後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 你可以走一走啊什麼的 其實就像怕安靜一樣 因為我回到家有時候很怕安靜 所以我有時候就想要回到家 馬上開電視啊 或者是開音樂 讓家裡不會這麼的空 所以我很喜歡 就是在深夜的時候 除了騎夜祺之外 看看外面的人事物也好 或者是開車 就是那種可以 彌補空虛的那個時間吧 因為這次老庄它 我把它設定為差不多 60吧 因為我50歲應該還是這樣 我把它設定在60 所以60歲那個還 你還是算年輕的狀態 而且美容科技這麼發達 是不是 染髮還可以染回 想要你染的顏色 對不對 所以一般在那個時候 我花這個老妝心態就是覺得 我應該也是一個六十幾歲的人 然後一樣是孤獨的一個人 然後看著很多的小朋友 在我身邊玩來玩去 他們享受他們自己的童年 可是我卻享受的就是工作工作工作 那這個也不能去埋怨 因為這是你自己選擇 你要做的工作嘛 所以你只能從這個埋怨裡面 轉換成一種享受 電視的變遷 那你親身有經歷過這樣的故事嗎 親身經歷有啊 因為我還記得我在香港拍蘋果搖一口的時候 我就聽到我的阿公 然後究竟差不多快不行了 然後我就 剛好那時候剛拍完 所以你要趕快回到台北 然後坐火車 然後坐去華蓮 那個感覺就是 你沒有辦法在最及時的時候 回到阿公身邊 可是是等到阿公閉眼睛的時候 那一刻我才到那個地方 當然也是被舅舅啊 然後也是會說阿公等我到現在 然後等不到了 然後阿公就離開 所以就會覺得 親人就這樣離開 就覺得很可惜 沒有看到他的最後一面 他也沒有看到我最後一面 可能他有些話他對我說 可是卻說不出來 就是飛到各地的動力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 可以看到很多支持我的朋友們 然後他們在機場等我 然後到了飯店 然後一起工作 然後一起吃晚餐 然後再送我 送我回台北 我覺得那種感覺會 有種溫暖啊 因為當空中飛人 其實有好有壞 那好 但就是可以到很多地方去看 然後也可以看到很多 他們想看到的人 那你想看到的人 那壞的話就是回到家 空虛 寂寞 覺得冷 這也是我常常說的 可能你剛接受完掌聲之後 你回到那個房間 很安靜的時候 那個感覺會覺得 哇 怎麼這麼安靜啊 這樣 就比較空虛 所以你們要繼續給我動力 然後要繼續的 一起支持我 我們要一起走下去 T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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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恤